哈喽大家 我是海哲 恭喜你发现了宝藏 这样说是不是很不要脸呢 我知道PS对很多人来说都很难 包括大学第一次上PS课的我自己 那时候的状态基本上就是 老师一打开PS的界面 然后我就开始准备好头晕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那时候的笔记 所以我真的太理解那种 觉得PS很难的心情了 但是在做了72个封面之后的昨天 我顿无PS是如此的简单又好用 那么我为什么不教你们PS呢 当然当然 所以说简单呢 并不是说我们掌握PS所有的功能 因为它复杂起来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复杂软件 所以在这一期的教程呢 我们只会学习一些 让你在做封面这件事情上游刃有余的技巧 首先呢我们打开PS 会发现第一步是要新建一个文档 那就需要填写它的宽度和高度 大部分网站呢它的视频封面尺寸和视频是一样的 也就是16比9 1920x1080或者是1280x720 比较不一样的是B站它是1146x717也就是16比10 所以呢我们在做封面的时候可以先做16比9的 然后把两边裁切掉变成16比10的 右边选择的都是像素 在这里新建一个宽度为1280 高度为720的文档 点击确定 那这时候呢就是一个16比9的白色图片 我们呢先大概了解一下PS的版面 左边是各种你可能用到的工具 比如画笔橡皮擦之类的 上方是你对选中工具的设置 右边是颜色和涂层 好说到图层终点来了 它就是一切一切的基础 就像一张纸 你想在上面做啥都OK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只有一张图层 并且它的右边是有一个小锁头的 因为它是一个背景图层 初始设定是不可以移动或编辑的 我们往往呢会按右下角的这个小加号增加一个图层 把背景不可视化之后呢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有很多小方格的图层 在PS里面它就代表透明的意思 就像这样 或者我们先点击右下角的小垃圾桶 把它给删掉 然后直接把你要做封面的这张图片给拖进来 点击Enter确定键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帮我们新建了一个图层 但是旁边有一个小方块 这时候也是不能编辑的 因为放进PS的时候呢 它默认是一个智能对象 不过别慌很简单 只要右键选择乍格化图层 就可以解决了 可以对图层做的事情有很多 比如放大缩小 旋转翻转 写字 画画 贴贴纸 剪裁 或者是抠图 看起来非常简单对吧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在PS里面怎么实现这些功能 第一个是放大缩小 我们需要选中这个移动工具 然后点击Command T Command应该就等于Windows的Control 所以Windows是Control加T 接着呢在四个角落拉动它 这里要注意 如果是2019以前的版本 要按住Shift进行等笔缩放 如果是2020年的版本呢 就要按住Shift进行不等笔缩放 这也是PS今年做的简化功能之一 第二个呢就是旋转和翻转 把你的鼠标放在照片的角落 它会自动变成弧形的箭头 拖住它就可以进行旋转了 如果要翻转就来到编辑里 这里有一个变换 它可以进行水平的翻转 或者是垂直的翻转 然后是打字 找到左边工具栏里的T 轻轻的点击一下 如果你想要打一个竖排的字幕 可以长按T 选择第二个直排文字工具 但我们这里还是用横板 直接在你要放文字的地方点一下 就可以直接输入了 我们可以看到图层栏这里 专门为我们新建了一个字体的图层 也就是点这个选择工具 就可以移动 接着呢我们就要更改字体的设置 首先呢要保证你选中了T工具 在这里进行双击 选中了这两个字 就像之前说的 最上方是对工具的设置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不同的字体 也可以在这里修改这些字的大小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字体的安装包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动态里面找找看 在右边这里呢就可以更改你的颜色 这里可以看到有两个色块 我们选中第一个色块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更改我们目前文字的颜色 第四个就是画画 我们一般会在这里点击一个加号 新建一个透明的图层 专门用来画画 画笔呢就在这里 轻轻的点击一下它 在上方可以更改你画笔的大小 以及画笔画出来的类型 给你们试几种 它的效果呢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在右边呢就可以选择你要的颜色 然后就可以自由的绘制啦 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一定要新建一个图层来画画这件事 因为你新建一个图层的话 不需要它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按这个小眼睛把它给隐藏掉 或者你需要用到橡皮擦的时候 也可以非常精准的擦到你画画的这个图层 给你们看一下 如果我画一个线条 在我的照片这个图层上面的话 我隐藏就没有办法 只把这个线条给隐藏 擦拭的时候呢 也会把整张照片一起给擦掉 所以新建一个图层来进行绘画 是非常重要的 嗯 有画笔就等于你已经万能了 可以做任何事情 但是像我这种画画水平不怎么样的人呢 就要用到了贴纸了 也就是你可以去素材网下载一些素材 一般下载下来是PNG格式的图片 把它拖进去我们来看一看 隐藏掉其他图层呢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PNG的图层 它是一个透明的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在你的文档里面进行移动 这时候问题来了 如果它不是一个透明的图层 要怎么把里面的内容抠出来呢 比如说我要抠这个照片里的海贼 我们来到这里 长按 选择快速选择工具 稍微呢把这个工具的笔刷给调大一点点 然后来到你要抠图的地方 点住不动 拖动它一点点来选取你要抠出来的范围 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图片给稍微放大一点点 可以按住Option然后滚动你的鼠标 也可以在这里调整 比如显示是100%的代小或者显示是150%的代小 然后对于这些不小心扣的多出来的区域呢 我们就要按住Option键 或者说把这个笔画从加变成减 点击一下这里 然后一点一点把这些多出来的地方给涂抹掉 这时候选好的区域呢 就被这个虚线给包围起来了 我们按删除 不小心把人给删掉了 我们来到选择这里 点击返选 那现在选中的就是外面这个区域 我们再点击删除 你需要的部分就这样子被抠出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保留这个背景 让选择还是回到人的身上 这时候按Cmd C和Cmd V 就把这个图层再复制了一遍 我们可以拖动看看 如果发现人身上有什么抠的不干净的话呢 也可以点击这里的橡皮擦 把不干净的区域给擦掉 如果你不想抠图 而是进行规则的剪裁的话 在这里找到举行工具 拉选你需要的范围 同样反选 这里可以发现我按了删除键之后 它却没有反应 是因为现在选中的还是之前的那个图层 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正在编辑的这个图层 来按删除 好 现在我们有好几个图层了 那这里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你把什么图层放在上面 什么内容就在上面 那透明的图层呢 它是不会盖住后面的图层的 我们经常把人物或者重点抠出来之后 会给它加一个描边进行强调 这个在PS里面实现非常的简单 找到你要描边的图层 然后右键 这里有一个混合选项 混合选项里面呢 就有很多可以唤醒的效果了 我们在这里唤醒一个描边 现在就是给这个画面描上了一个白色的边 不是非常明显 我让背景也可视化给大家看一下对比 嗯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描边非常的粗 所以呢我们在唤醒这个效果之后 还要选中这个效果 才可以对它的大小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参数进行调整 我这里打算给大家做两层描边 所以我们把外面这一层给做大一点点 接着呢 我们继续点击这个加号 添加一个描边 我们把它先换一个颜色 它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全黑的描边 因为它把下面这个白色的给盖住了 那我们呢 把它的大小给调小一点点 这时候就会出现两条描边 我们现在来可视化我们的字体图层 这个效果呢 对字体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 混合选项呢 还可以唤醒很多不同的效果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现在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刚刚把这个背景给留了下来 因为如果你只是把抠出来的图片 放在一个纯白的背景上面的话呢 会显得有一点奇怪 但是你把背景也放出来的话呢 又会显得画面没有重点 那这时候我们要介绍的一个技巧呢 就是让背景变得模糊 我们来到滤镜这里找到模糊 这里有一个高丝模糊 背景的数值越大呢 它模糊的程度也就越高 我们可以调到大概4左右 点击确定 那这时候呢 虽然有背景 但是人物也非常好的突出了出来 好 我们直接跳到我已经做好了的这一期的封面 用到的所有的技巧 刚刚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现在和大家再复盘一下 首先呢是一个背景图层 加了高丝模糊 然后是抠出来的海折 再接着呢就是一些字体 新手 史上最全和封面教程 这些呢都加了一个简单的描边 并且通过Command T 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挪动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里好像并没有这两只手 拿住这两个字的效果 所以呢我就用抠图 再把这两个手指给抠了出来 覆盖在了这两个字的上面 接着呢这里加了一个PS的图标 放在新手这两个图层的下面 为了表示惊讶呢 还有一个透明图层上面 画了一个惊叹号 惊叹的符号应该说 那就是这么的简单 然后跟你们说说导出 在文件这里找到导出 这里有一个导出为PNG 或者是导出为 都是可以的 我们一般导出封面的格式 可以选JPG 也可以选PNG 它们两个区别呢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一个背景透明的图片的话 导出为PNG 那它的背景就可以保持透明 但是对于没有透明部分的图片 它们导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嗯 在操作做封面这件事情之前呢 我一般会想好 要放什么字 什么图 在什么地方 然后用什么样的配色 文字方面呢 你当然可以夸张一点点 比如说最什么什么 或者零成本零基础之类的 可能有人会问了 最什么什么是不是违反了广告法呢 那你就想想老番茄爆火的 史上最骚的杀手 之前呢 我也和B站的运营聊过 它们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是广告的话 这类的修饰定理是OK的 是不是还有人想问 怎么没教P脸呢 手机美颜它不香吗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 P脸软件 就是Facetune 摸拼美白重塑五官增强妆容 它出来的效果是非常非常非常自然的 因为我们学PS呢 是为了效率最大化 省时省力的做完你的封面 争取PS自由 而不是学完之后更加的摸不着头脑 嗯 不知道这次的教程大家还喜欢吗 只要多多练习 一定能成为PS高手 同样的不要忘记一键参联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